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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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两国人民热烈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打过二战的老兵在美国被称为最伟大的世代 七十年后他们已从意气风发变成满头白发 人们再次涌上街头向这群最伟大的世代致敬 台湾驻美代表沈旅巡获邀出席 除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游行队伍中还有一架会有青天白日的飞虎机 坐在滑车上的陈宏泉 回忆当年驾驶飞虎机作战的情景 那叫昆明啊 老百姓在外边可以看到那个飞虎画的一个鲨鱼 但是中国人没有看见个鲨鱼啊 这个昆明哪里看着鲨鱼 不可能看着鲨鱼 哦 说画这个老虎 说这是飞虎 说飞虎这个名字是中国人 昆明的人起着飞虎 T-40太重了 他就转着 转半个圈子都转到我们后头去了 那我不给你缠嘛 我就用我的大马力高速冲完了以后 六艇 这个50 caliber来打你 所以说 所以说 打完了就跑 跑完了再回来 跑完了再回来 这样子是 你必须用大速度重量来进 事实上 每一次空战 我们都是用着打的就跑 所以日本人就一下把灵性去打跑 成鸿泉和李其生这两位老飞虎 一见面就聊起了以前的老板 陈纳德 我们在中美混合联队 Francher就会问他叫 Oman Oman 或者我们Boss Boss说什么东西 我们 Everybody 我们相信 Oman 说 Oman 有脑筋 有脑筋 1937年5月 44岁的陈纳德 以美军退役飞行员的身份 来到中国 本来只是说到中国来 帮忙中国这个训练这个空军 就是三个月 没有想到你来了就 就搞了这个8年10年的时间 陈香梅18岁那年 在昆明 与陈纳德除此见面 当时她是中央社的记者 两人谱出一段战争中的恋曲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就是要报道 他们这个工作 他们这个贡献 也没有想到会 会后来跟她 恋爱跟她结婚 那也是 非常重要的 二战结束七十周年 适逢陈香梅九十大寿 回首抗战岁月 陈香梅感触良多 她因为很有正义感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 她是非常感动 1937年的这趟中国之行 不但改变了陈纳德自己的命运 也扭转了战局 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更是延续至今 1937年6月3号 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蒋宋美玲 在上海接见陈纳德 拼她为顾问 协助中国发展空军 1937年7月7号 卢沟桥事变爆发 陈纳德派发电报给蒋介石 主动要求协助中国抗战 1937年8月13号 松户会战爆发 8月28号 日军队上海实施战略轰炸 北极华裔战地记者 王小婷拍摄的这张照片 震惊了国际社会 成为二战的经典影像 1939年5月3号 日军队重庆发动空袭 当时清点目睹 重庆大轰炸惨烈景况的陈纳德 建构出一套预警系统 保卫中国的大后方 我们本来没有这个警报系统 没有警报系统 他研究这个发布警报系统 来这个调到旗杆上 一个球就是预备警报 两个球就是空气警报 三个球是紧急警报 然后再换一个球 就是球拿下来表示解除 那确实这个系统建立以后 大家都晓得了 大家晓得一看一个球 我们没有吃饭 赶紧吃饭 两个球 三个球来的不能吃饭 赶紧躲起来了 抗战初期 日军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 陈纳德离开重庆之后 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和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的 宋子文向美方提出航空援华计划 罗斯副总统1941.4月签了一个行政命令 一个机密的行政命令 准陈纳德不但可以有100架飞机 然后可以在美军中间去招募飞行员 Before Pearl Harbor the United States was already taking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moves to support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esident Roosevelt had authorized the Flying Tigers to go as volunteers and we were imposing increasingly tight sanctions on Japan to the point that Japan felt that it needed to take an action to try and break out of this pressure that was being mounted this quarantine and so without Pearl Harbor it's hard to see how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gotten into the war Pearl Harbor December the 7th, 1941 你让这些事情 没有osto bien的 就是我们中华民国 和美国英国 正式成为同名国了 我们原来是 都得自靠自己的力量抗战 打了四年 现在当时 我们有美国同美国 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然后我也必须讲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 中间主要几个人物 包括蒋夫人 我们在中国 像你 想一个更好的世界 不为我们自己 而为我们所有人 而我们必须得到 他讲话就像美国南方女人一样 美国南方女人讲话的话 一般人最喜欢听的 很叉美 很随碍 他等于是南方的美人 长松过脸 爱是人的 和幸福 对全民党 是 我们都是 他继续 她会有新闻的 选择 前辞 中国 和主义 和美国 美国 对 香港 改变 空气 对 美国 它是很对 争扇 美国 反正 空气 有一个希望的感觉 他回去后 他第二年走以前 到了白宫区 再见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真感动了 1943年3月10号 罗斯福致电蒋介石 批准创立由陈纳德 担任司令的第14航空军 并将陈纳德的飞机 增加到500架 蒋介石称赞 夫人的能力抵得上20个陆军师 陈纳德曾在日记中写下 他初次见到蒋宋美玲的印象 他说 他将永远是我的公主 他就是对蒋夫人非常敬爱 蒋夫人对他也是非常亲密 所以两人之间 这个友情 是非常可知珍惜的 她给了他任何人的位置 因为他其实在中国 他在美国的军事上 他只剩下了一名军事 他只剩下了一名军事 所以她说 他必须要做得到 他必须要做成功 但我认为他们 终于非常非常友谈 一切之间 你认为 在他的最初次见到她 他认为她 他认为她可能是一名的 众人 因为她是这位 正在那里 这位美丽人 他在那裡,他在那裡有一個人在那裡 他在那裡有一個人在那裡 他在那裡有一個人在那裡 他在那裡想說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 然後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是 Madame Chiang Kai-Shek 他在那裡是有點被人家 所以我認為他們在那裡 很特別的關係 對他們在那裡 他在那裡的第二次 他在那裡的主席 陳納德他希望能夠幫中國建設戰後的現代化空軍 所以他就將國軍的第一轟炸機大隊 第三戰鬥機大隊和第五戰鬥機大隊 三個併入第四次航空軍的指揮體系裡面 然後成立中美空軍會和團 傳授他們美式的作戰技術 融入美式的指揮體系中 那同時也讓中華民國空軍成為 大概是全亞洲最親美國的一個飛行單位 到今天大概這個傳統都還沒有改變掉 就是陳納德很成功的一點 而且他在指揮混合團的時候 是嚴格禁止裡面有種族歧視的 不許有任何歧視 反正你只要是低階的美軍看到高級的中國人 你也要進入 陳納德將軍就是每次他們出去了 他還是一直等著他們回來 他這個陳納德將軍對於他這個部下呢 出去什麼時候回來都是非常非常關心的 我的父子們 records 他真的愛人 他保重他們真是黑同士 耶 祖母親手 我也 Forever 回到的人 領和 caliber他們 eve靠 близ隨他 Jungle 由 settling 親近期 сос情 整處 相算 從攻擊中,讓他們保持安全,像任何孩子都會做的 但這就是他對他的飛行員的感覺 他創造了奇蹟 喬吾爾將軍講,他創造了奇蹟 他讓兩個完全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不同宗教 飛行員可以在一起像兄弟一樣擋仗 他本身就是一個奇蹟,他在歷史上可能都很難見到 我叫Rana Mitter,我作為《Forgotten Ally》 《中國的國人》,1937-1945 《中國的歷史》,1937-1945 歷史上,中國的歷史上,是一位最最大的關於最重要的 歷史上,最多的最著名的世界 而是很奇怪,我們從中以往 中國的歷史上,在中國的歷史上,在中國的歷史上 在歷史上,歷史上,歷史上,歷史上 我認為在此刻,這個歷史上是《國人》,歷史上,歷史上 在那時它並沒有忘記了 它可能是比較像一個聯邦人 並沒有遇到我們的期望 羅斯福那時候幫助中國 當他有他的動機了 他希望中國在戰後 變成一個穩定的力量 他基本上美國那時候 對中國是非常同情 也處於一種真誠的同情 他認為中國可以 更加支援 更加支援 他可能沒有理解 羅斯福的政府 和它經歷過的大問題 後來美國可能就 把蘇聯戰場上的盟軍的發展 跟中國戰場上的發展 兩個做比較 中國的確是 那比較像是落後蘇聯的 這個抵抗德國的成果 但是我們消極的貢獻 我們tied down 幾乎一百萬日本的軍隊 這一百萬日本軍隊 如果送到南洋戰的話 美軍子弟不知道要死多少 英國打了六年 這個是蘇聯打了五年 美國打了四年都不到 所以真正就是我們打八年 是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贈亡了兩個集團軍中司令 兩個集團就是等於美軍的軍團司令 我們贈亡了八個軍長 我們贈亡了二十個使長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我們過軍的一個基本思想 臨時不詳 九國公約會議還沒有開完 蔣介石說為了開軍 一定要死手 他甚至發電報到榮雲 榮雲是雲南的這個升級市 要榮雲派定來 所以這個八百壯事後面有一個外交的故事 四行長公司是我們最後的收尾政地 最後我們達成任務了 退到蘇澤和南岸 蘇澤和南岸是租界 這是從租界他們卸殺好的 等於是他知道我們軍隊在哪裡 故事的這種精神還是很了不起 上海是個國際都市 如果上海完全失守 西方國家當然已經不完美了 所以為了這個北京九國會議 那時候中華民國派五個大使參加 就可以想這個會議有多重要 幾乎開了三個禮拜 十九個國家參加 但是呢就是最主要想請日本來 一起怎麼協調、停火 日本拒絕來 但是後來日本拒絕以後呢 發表一個聲明譴責日本侵華 所以在那個時候看起來 是外交上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八百壯事的孤軍奮戰 不但粉碎日軍三個月 面亡中國的計劃 國民黨軍隊的表現 也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為美國後來援助中國 提供了一定的信心 您問過八百大從來 八百一十年就是短空 她應該很長 八百三十年 八十年後 八百一百年後 八百是一半的歳 八百年後 現在還只是少時 We won't have 8 years anymore We are looking and we'll have a long time to go And when people ask, Oh you're a flying tiger I'm a dying tiger We are all dying tigers now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伯村的重返抗日战场之旅 除了涵盖华中华北几个主要会战的地点之外 在华南行当中也特别来到了飞虎队的基地昆明 好伯村回忆抗战期间 带领100名士兵前往印度 接受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 头一回坐飞机 飞的就是美中两国在印度和云南之间开辟的驼峰航线 坐了飞机 我们很多兵啊都是坐了飞机 过了两个山到了 所以后来我们这个部队到了 有些兵啊想家 逃兵逃了 逃了最后被印度人抓到了 中国人嘛 你说你怎么 我说他想回家 你怎么家了那么远呢 没有啊 我们只过两个山了 那过年了 飞机呢飞了十几二十分钟 从1942年5月开辟驼峰航线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 美中两国在驼峰航线上 总共损失飞机609架 牺牲飞行员1579人 1942年被派往印度担任教官的陈鸿权 也曾经多次执行飞越驼峰的任务 那个陈鸿大概 最高的大概两万多尺 那最低的大概一万六千多尺 再飞高的用氧气要多嘛 这个不用氧气绝对不行 所以我只能够在这个一万六千尺 那个高度 而是过去 陈鸿空运三年 成为了八十多万吨的物资 这个对于 这个抗战的战略意义很大的 假设说万一发动机不好 跳伞以后根本没有 下面根本就是野人山嘛 没有这事 这不行 所以大家把它当成这个 一个这个很冒险的 死亡之骨 死亡之骨 2015年7月2号 陈鸿泉和李其生从纽约 飞抵台北 出席台湾纪念抗战胜利 七十周年的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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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才是空军啊 美台两地的飞虎老兵齐聚一堂 回忆当年并肩作战 生死与共的情历岁月 程鸿泉想起了1944年9月 中美空军混合联队 第三大队 第七 第八和第28等三个中队 联合突袭汉口时 遭到日军拦截的生死一瞬间 这个正在开 他准备开枪的时候 我的后头 哇 一排子弹都来了 很多子弹 我的撩机 我的撩机一看 哎呀 这个我的掌机恐怕完蛋了 绝对是完蛋 我一看我又没办法 马上就翻下去 heat and run 不heat了就run了 下次 我回头一看 是Q40 Blank Hager 我自己人 一个美国人 我心想大概 我这个飞机一定中弹 中弹可能要 要飞不回去了 还好 还好 那技术 这空战慢慢就完了 完了我们就 就回去了 我就问这个领队 我说 I want to know 谁打着我 谁打着我 我非常愤怒 50Colabur 6的枪 绝对的 那一定打下来的 还好 我飞机 一个子弹都没有中 很奇怪 很奇怪 上帝留着我今天 在讲故事 头一次问 那个领队 没有讲 没有讲 等第二次问 我的副大理长 副大理长 在那个 在那边上 他说 叫我过去 叫我过去 过去以后 他拉着我 到那柜子旁边 打开 一瓶brandy 拿开 拿个杯子 倒一杯 喝了 他说 这个 宽数 是最高的东西 七十多年后 陈鸿泉重新穿上 仿当年样式的飞行服 英姿不减当年 只是当时一起喝酒的战友们 大多都已经不在了 很爽 然后 开机发路车分别是 吴广信先进 凯金周景丹先进 徐明德先进 空军都凯茉先进 陈宏全先进 及何永道先进 老兵是这样子 有着很多牺牲的 连名字都没有 我并不是真正英雄 我是英雄的见证者 我来替他们接受 替他们接受这个欢迎 所以我们今天 昨天那种情形 今天这种情形 我们每个军人都高兴 我是其中一份子 但是我那没有来的人 我们替他将来会照顾他 谢谢 谢谢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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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来来来 我抓 我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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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空军360几个空军 然后毕业只有108个 从美国收集回来 只剩了98个人 然后呢 我们抗战胜利 只剩了50几个人 现在只有5个人了 在美国只有2个人 每一次我们遇见这种情形中 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能够庆祝胜利70周年 但是我们也难过 我们很多青春都不在 谢谢 谢谢 杯狐老兵的这趟台湾之行 除了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 战力展示 也特别前往台中的清泉岗参观 这里曾经是美国在远东地区 最大的空军基地 比较更 freue 那些人都不像,不像了 好一点 很棒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現在我覺得還是我回到家一樣 這個什麼道理呢 因為我回來的時候幾幾歲 在外國來講嘛 幾幾歲的時候還上學 家裡頭還有父母還有照應 可是我回來以後呢 我不在美國了 我在空軍裡頭 就由空軍幫我留待大了 所以我很感謝空軍對我愛護 在這邊不斷地提升我們的戰備 請跟我來 1939年年僅15歲的朱安琪 以旅美華僑的身份回國參戰 曾經駕駛霍克三行和飛虎機 執行多達72次作戰任務 朱安琪稱自己是中華民國空軍 永遠的上位 十四歲開始飛行 我記得還有十五個鐘頭就單飛了 後來招生 招第三期的時候 那麼我就去報名去考車 那個時候年紀比較小了 我跟家裡頭講 那個父親說好你可以 把歲數提高了兩歲 提高了兩歲 就有一點按道理來講 應該的事情 但那時候 心裡頭 這個 救國要緊 殺地要緊 所以 多報了兩歲 朱安琪想起了那年夏天 從軍之前 在舊金山的碼頭上 和雙親 和雙親道別 因為我父親也非常愛國 在舊金山的碼頭上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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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決心了 等一個 一旅程 一旅程 就回去 回來 家裡頭 當然不說話 當然我也曉得 她沒有心理怎麼樣 媽媽是不是也很難過 媽媽當然是難過 我 這個人很對 反正我 我做這一輩 我做這個事情 我們欣賞我們這一輩 那麼下一輩 你們可以安心樂意了 對不對 下一輩的人 我們有這個機會 可以安心樂意 我們是西上段 他們可以安心樂意 因為你這一生 真的蠻曲折 當然 最後在美國的這個 營救之下 你又回到了美國 但是這一趟 回去中國參戰 是不是改變了你的一生 你覺得 就是也沒有什麼 這個 這個 對這個 對這個 這個 戰爭的事情 稍微改變了 希望 我們這次 犧牲了 希望下次 沒有了 就和平了 下一輩子 可以好好念書 可以做的事 不要這個 再打仗 居宫 再橘骨 再橘骨 三橘骨 席、 Obama 吉名利的父亲吉新闻 在卢沟桥打响中国全面抗日的第一枪 所以打响十次就是有十发子弹 再来就是步枪 步枪还有两个人分一把 到了最后就是美军的配备 美式的配备 对 所以说那个子弹打得很快的 那以前开始的时候 我们国军是那个配备是很糟糕的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世 就是他日本是超越我们国军的那个 他的枪啊 他的飞机啊 7-7抗战8月4号就飞南京了 一飞到南京的时候 日本的那个报纸头条登出来说 就是战神利临南京 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所以日本人对他也有所认识的 他的部队是中央军 也就是国民政府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了 这样子苦战三个月的结果呢 四万人进去 等到奉命转移的时候呢 只剩下一千三百人 一千三百人 其他的都战死在这个松户战场上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战是万嘉陵大街 他偷袭从三倍 偷袭出来到那个山顶去把那个一万六千个日本人干掉 打败日本人 击败日本人 大神的 他说其中很重要这个台湾传跟昆仑馆是其中的 可以说这两个真正很重要的两个 那我父亲指挥的 对全国的士气 对于这个对于这个整个全世界的刮目相看 这个东西很要紧的 等于说是这个整个国家 整个国家用一句英文说是 Gavanized 好像一触电全起来了 三次长沙 长恒 对不对 他全部都经历过 第一次长沙当的时候 最主要那个时候是中央希望是弃守 就长沙不要守 等他们过完之后再拿回来 他认为他一定要守 所以澄澄跟白崇喜就去找他谈 白崇喜绝对是赞成是放弃的 一直到那天晚上 蒋夫人大概也知道他们已经吵得大概不可开交 蒋夫人打电话来 他那时候回话是说 如果是赢了 这是国家之福 如果是输了我就提头来见 我们最后相跪大扯退 我们是最后一班车 最后一班火车打上来 火车都是三层 都爬满了 那个火车上面爬满了人 火车开都开不动 最后日本人在后面追 我祖母90岁 我外婆75岁 这个老人 我的小爹抱在手里 真是一幅琉璃图 那种的桂林我们车退的时候 一片火海自己烧的焦土抗战 自己先烧掉 第一次长沙大战完了之后 他写了一个公文给陈臣说他要辞职 他说他晚上睡不着觉 那在第一次长沙大战 那在第一次长沙大战之前 在快要打的中间 我的爷爷过是 他那时候是不能回去奔上 所以一直等到长沙大战结束 几个月之后割年 他才会去把下掌 那这一过程一定 对他来讲应该是很辛苦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在 他都不写 不能睡觉 那时候在缅甸的话 有一次行军吧 那他是骑在马上 那因为那边环境蛮恶劣的 就有很多吸血马皇什么 所以后来那个马 因为在山区走的时候 那个马肚子已经吸满了 那吸血马皇 所以最后那个马受不了 就自杀了 马就跳下悬崖 然后我父亲也就跟得下去了 可是他运气还不错 就是好像拖在那个树上头 所以他们看本来以为他完蛋了 后来看他没事还在那边 在树上还跟他们摇手还是什么 他们再把他救上来 盟国早就说当初跟这个国民政府联系 就说需要派部队到缅甸去 财政部的税警总团70总队去抽调三个团 编程38师 记得那时候是经过国界的那个汇通条 离开这个中国大陆到缅甸去 第一次作战的时候 退到印度以后再反 经过整讯然后再反攻 美国的推幅队也是有很大的支援的对吗 是是是有很大的支援 不管是在空军要压制日军的空中的兵力 或者是兵员经过驼风的运补 或者物资的运补 另外还有就是说空头 空头一些补给给这个在丛林里面 迂回作战的部队或什么都很多 司提威将军是他的长官 那也是指挥他们的嘛 那他们互相配合的很好 然后沟通也也很好 二战跟二战结束以后 其实跟美国的合作 跟援助其实对中国都是蛮重要的 二战期间 美中两国的盟友关系 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影响深远 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史迪威 1942年 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在作战计划以及战略物资的分配上 与蒋介石 陈纳德发生摩擦 史迪威是这个亚洲这个作战的这个CBI CBI 中国战区参谋的参谋长 CBI的参谋长是这个 执政是谁呢 是蒋委员长 他是参谋长 非常骄傲 非常骄傲 因为蒋介石跟史迪威个性上的确是 一个他是 一个是东方文化 这个培养出来的一个人物 一个是西方文化 两个个性原来就 就不太相合 他是一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 一个成就的思想 他对这个空军的运用 根本就没有观念 General Chenault, of course believed very strongly in the utility of air power in defeating Japa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bate was General Stilwell and General Marshall who, you know, didn't dismiss the value of air power but the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sure that the basis from which the plane flew were secure 1943年1月 英美两国与中国签订 平等新约 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国取得国际平等地位 晋升四强 不过蒋介石却在日记中写下 中、美、英俄虽并列四强 其实中国最弱 情势有如弱者 遇上拐子、流氓和土霸 1943年11月 蒋介石与宋美林赴埃及首都 开罗 参加世界三巨头会议 开罗 参加世界三巨头会议 斯大林说我不来了 斯大林当时并不喜欢 这些事 邱介石也不喜欢 可就是一看圣母宁后 就开始转变 他这个人说 他坐在旁边 我问问圣母宁 邱介石这个人是个老老先生 你跟你讲几句话 他高兴了一套 当时美国的战略 重欧轻压 相较于美国对英国的援助 中国得到的物资很少 对华援助约只占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1.8% 而蒋宋美林除了调节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将帅不和 也在开罗会议上居中过旋 另一方面 陈纳德也作为蒋介石的顾问 出席了开罗会议 我们委员长就跟陈纳德讲 他说我现在在这儿开会 我们正好呢 我们常德快丢了 打得不好 你让人家说 你能不能想办法 是吧 所以那个 翻评英文呢 If you could 假设你能够做的话 请你能不能想办法 派空军来支援这个 昌德 陈纳德也会透过很多方法去支援被围困的国军 比方说像衡阳会战的时候 用披制式去空投子弹 空投粮食到前线去给国 他会想办法去救国军 当时飞狐呢 就是没有油 因为史迪威把很多重要的 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 然后油料资源放在印度反攻那一块 那反而他就忽视了中国战场本身的问题 如果那个时候他的空军的数量得到 他的飞机和油量可以得到更多更充足的支配的话 那么我觉得像后来一号作战 国军败的那么惨是可以挡住的 尤其是史迪威他要求说要指挥所有国军 那这个要求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就是说你到任何一个国家去这么做 都是不太恰当的事情 史迪威后来也有点偏执了 我是看他的一个幕僚叫Frank Dorne 他写过一本说史迪威 说是罗斯福有下令要史迪威去搞个叫南京计划 去暗杀蒋公 但其实后来证明说这个也不是罗斯福的 就是史迪威自己的一些想法 因为罗斯福不可能去暗杀蒋公 那个时候中国是那么重要的一个盟友 中国牵制了一百万的日军 那中国内乱对盟军也是不利的 1944年9月25号 蒋介石正式召会罗斯福 要求撤换史迪威 1944年10月19号 史迪威去职 另一方面 陈纳德给非蒋介石敌系的部队空投弹药 也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经于空战 却不善政治的陈纳德 夹在互不信任的美中高层之间 压力越来越大 终于在1945年7月请辞 并且很快获得批准 陈纳德在辞成上感叹 时不我语 1945年7月30号 蒋介石在官邸设下晚宴 为陈纳德送别 并亲自颁赠青天白日勋章 表彰他对中国对日抗战的贡献 1945年8月8号 陈纳德离开中国 一个星期之后 日本赵和天皇向同盟国宣布 无条件投降 日本代表崇光奎在9月2号 与东京湾内的美军战舰 秘书里号甲板上签署降服文书 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 代表同盟国签字 当时麦克阿瑟曾在现场询问副官 怎么不见陈纳德将军 1945那年夏天 陈纳德带着遗憾 离开中国 蒋介石赢了战争 却输掉国家 这场战争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同时也成为台湾 命运的转列点 1945年8月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 已经掌握中国大片土地 辖区人口一亿 并拥有一支将近百万人的军队 而接下来的国共内战 也使两岸在抗战胜利70年后 仍对这段历史有着不同的说法 没有抗战 没有今天的台湾 我们所有在大陆的年轻时代 台湾的年轻时代 必须要了解这个真相 我想抗战真相的话语权 在台湾不在北京 所以大家要了解抗战历史真相 一定要到台湾来 三 二 一 请起跳 谢谢大家 268位将军训伙 几分有七位是上将 而中间还包括了当年八路军的富山谋长的左权 所以可見這場戰 這場戰役是由當時的八路軍 後來的新四軍參加 但是絕大部分的戰役 都是由我們國軍所從事的 在10年前當時中共的領導人 胡錦濤先生在抗戰 60周年的時候 曾經說過抗日戰爭的正面作戰 是由國民政府所領導的 敵後作戰是由中共共產黨所領導的 這個講法至少比它以前 中共所說明的要更接近的事實 但是我們最近看到的一些大陸的報道 又在強調抗戰是中共所領導的 我覺得這一點我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For over 20 years It has been basing its legitimacy in part on the idea that the… CCP defeated Japan and saved China The… CCP is giving it far too much credit 我们是亚洲战场的一个主角 但是因为49年以后大陆这个形势的变化 所以真正的世界大战 关于中国战场的真相被掩埋了 自称抗战老兵的郝伯村 特别选在2014年7月7号这一天 回到卢沟桥寻找历史真相 卢沟桥标志着抗战的开始 桥上摆来头狮子 70多年来看着中国苦战 看着中国胜利 看着中国分裂 看着中国崛起 共赴国难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于1937年9月22号发表的文件 当中提到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 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侠待命出动 这份文件目前收藏在台北新店的国使馆分馆内 除了消失的共赴国难宣言 郝伯村还提出两个疑问 1945年9月9号 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刚村宁次签署投降书 向蒋介石的受降代表 中国陆军总司令和应亲上将递交降书 降书一开头便写着 日本向蒋委员长投降 日本降书的正本 目前收藏在台北的国使馆内 八年抗战换来了一纸降书 蒋介石一生的功过 也与这场战争密不可分 三级功 历程 想看的问题很多 想看的朋友也很多 想看的事情也小的 但是我们更难过的是 没有机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 告诉下一代 我相信我告诉你还不够 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些老师 基本上就是一种 如家人 跟家人一模一样的那种感情 必须要给他的照顾 必须要给他最好最安全的照料 当然最重要还是听他讲故事 然后跟他讲笑话 他们是第一骑送到美国 有陈纳德将军亲自清点 然后送到美国去作战 这些都是最优秀的人 一回来马上加入作战 当然是战功标柄 可是当然损失惨重 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最顶尖的人才 可能年纪近二十一二岁 已经在空中 已经血染藏空了 我们本来是70周年 应该是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庆幸 而实际上不是 我们有悲愤难过 悲愤难过的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被遗忘了 被遗忘了 我们倒并不是让你记得 陈红权这三个字 不是 我希望你们记得 曾经有一批人 空军 那时候在冒险 只生死于户外 为国家做奋斗 没有过去光明历史 就创造不出 什么荣耀的未来 不可能嘛 你只有知道 我的爷爷 曾经是个空战英雄 你才会觉得 当空战英雄 是有它价值所在 才会去延续它的精神 这段历史 延续是二战的历史 到今天 还是维持亚太地区 稳定繁荣跟自由的 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 我父亲爱了两个国家 他爱了中国人 他爱了他的国家 他也服务了两个国家 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 美国人之后 是一个很大的信心 对中国和美国人之后 是一个很大的信心 是一个很大的信心 是一个加密力的 一个高力的信心 这是一个很大信心 我爱战 因为我爱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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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忘记的 不能遗忘的 我想这个前车之鉴 我想如果你这个历史 清乎的遗忘以后 同样的错误还会重犯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十年 他们会在哪里 但是我们知道 他们的故事不能被遗忘 那边的故事不能被遗忘 我们一生 这生万丁 今世几世 将军一生的温柔 我们 生命都离所能 我们 无恶出风 从今后 从今民族 从今大都 遥遥的温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